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囚禁在密室中 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故事 哎呀 看完是男模女类 原来还能这样的 看之前呢 咱们先来解释解释 为啥叫做消炎烙印啊 这消炎烙印呢 指的是电影胶片上的分权标记 然后呢 这玩意儿长得很像消炎烙印 而得了这个名字 咱们的男主体 海海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的男人 像他这样的人吧 也都非常喜欢收集各种经典电影 海海可以说是把能收集的能看的电影都网络来了自己的家中 但是呢 它还是有一个遗憾 那部电影名叫《世界的真正末日》 这部电影呢 当时只公益过一次 但是这部电影非常诡异 公益当天就引发了暴乱 只要是看过电影的人们都出了事 于是政府就把电影设为了新片效悔 但是有小个消息传出呀 当时的导演偷推考贝了一份准备送到国外 所以说呢 这部电影呀 只有少数人知道 毕竟看过的人都出事了嘛 这天呢 汉汉和一个也酷儿收集电影的电影狂播 铁柱一起聊天 聊起了这部电影呀 铁柱说这部电影并没有完全销毁 他非常的感兴趣想要看看这部电影 并且呢 他还把自己收集到的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给了汉汉 这么珍贵的东西交到自己 那汉汉肯定有点受伸的惊啊 原来这铁柱呢 是想让汉汉帮自己找到那份拷贝 之后呢 铁柱带着汉汉来到墙壁的雕花面前 那是一对巨大的翅膀 看起来很是漂亮 铁柱推开了门 里面竟然囚禁着一个折了翅膀的天使 我了妈呀 但那我第一次见 原来天使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读书少 这不是在骗我吧 这天使呢 看了真是让人难过女类 晚上抓心脑费的睡不着觉啊 更恐怖的是 这铁柱说了 这天使呢 正是世界真正的末日 内部电影的演员之一 原来电影中所拍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电影是天使所拍的 所以他能感受到拷贝的存在 这也是铁柱找哈汉的目的 为了找出那份拷贝 而哈汉呢 本身也想看这部电影 他自己呢 有家电影院 但是至今啊 电影院经营不善 如果能找到影片在自己的电影院放映 那么自己的电影院就能够起始回生啊 并且呢 还能得到铁柱20万的报酬 这对于哈汉来说 那真是一个非常值得干一票的事啊 谈完了生意 哈汉回到家 望着桌面女友的照片陷入了存思 之前呢 哈汉和女友非常相爱 但女友的爸爸不同意 哈汉和女友在一起 之后呢 哈汉答应离开女友 而得到了女友老爸给的影院 但是因为这一件事 女友自杀了 而影院现在也经营不善 这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 失去了心爱的女儿 女友老爸也是非常激动啊 经常过来找哈汉的麻烦 这令哈汉很是娇草 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着压抑 她决定立马出发去找影片 这样就能暂时脱离这一切令人烦躁的生活 而且还好呢 哈汉的助手啊 胖胖知道一名对这部电影非常熟悉的影评人 据说这个影评人啊 在电影上映之前就曾采访过电影的导演 还一直对这部电影进行着深刻的解剖 于是呢 哈汉就开车找到这影评人家中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这人家家中写的影评那还真是不少啊 卖废纸估计能吃上几顿海底捞 全男人估计也能吃上几回吧 当听说哈汉是来找世界的真正末日这部电影时 这影评人给错了俩字危险 说电影的导演是个疯子 他利用了所有人对电影人的信任 然后想要毁掉观众 但是哈汉很不理解啊 他看过导演的其他电影 自己也并没有变成疯子呀 所以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恐怖之处呢 但我也是非常好奇 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恐怖之处啊 最后呢 哈汉顺利的从影评人这里带走了 当时采访导演的录音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 如果找到电影上音的时候呢 一定要邀请他 因为他是为数不多 看过电影还活着的人 然后呢 我们的哈汉回去躺在床上就是听录音啊 听着听着 眼前突然闪过 相应烙音 我马亚之烙音的光环还挺大 差点门闪下他的我的老眼啊 然后呢 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于是好像有什么人影闪过 我们的哈汉也是蛮大胆的 起身就去推文看 竟然看到了自己早已经死去的女友 我的妈呀 太上老君积极如玉令 香烟烙音再次散现 哈汉是直接进行 哇哦 够刺激 够吓人的 今天呢 哈汉准备去自己一个熟悉的收藏店 看看有什么消息 电源跟哈汉也是老朋友了 看哈汉转来转去找不着想要的东西 就问哈汉赶到找啥呢 再得知哈汉再来找世界的真正末日 这部电影之后啊 电源立马劝说哈汉不要再继续找下去了 哈汉说没办法啊 最近太缺钱了 电源立马劝说哈汉 不要为了钱去做这件事 这真是非常不知道 眼看着哈汉并不听劝 电源只好告诉哈汉 曾经很多人找这部电影 但没有一个人成功 当年趁与电影追逐的人都已经死了 只剩下摄影 而摄影在拍完电影之后 眼睛就瞎掉了 很明显这电源知道些什么 但他不想告诉哈汉 这令哈汉非常失望 他走出电影门 却听见电源在打电话说的正是 自己在找电影的事情 过去之后的哈汉想了想 又过来找电源 认识他很不够意思 不把自己当朋友 电源呢 他继续说了其他 他伸出了自己 抑制补在口袋中的左手 全部的手指亏烂不堪 粘连在一起 原来他就是当年的放映门 他却哈汉放弃 因为哈汉只要再继续下去 肯定会陷入蜂魔 最后复出生命 因为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真的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再找下去 你会看到小眼烙印 哈汉表示自己已经看到了 电源表示 那你完了你完了 小眼烙印一旦出现 那电影已经开始了 你根本听不下来 到了这个地步呢 电源拿出了一张迷片给到哈汉 说这个人啊 应该能帮哈汉联系到导演 哎这电影 但那我咋觉得就像寻宝游戏 解明游戏呢 找到一个人给一个线索 找下一个人 然后再给一个联系方式 找下下个人 到底最后会找到什么保障呢 然后我们的哈汉就坐着计程车 来到明片的地址 这人门口还立着俩保镖 难道这荒交引领还会有东西被偷呢 进去之后哈汉才知道 这一主人呢 原来也是个导演 他非常崇拜世界的真正末日 这部电影 这里呢 确实有哈汉想要的资料 但这主人的条件呢 是哈汉陪他拍一部 跟世界的真正末日一样的电影 哈汉那是立马答应 但他忘记了世界的真正末日 这部电影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 很快呢 保镖摁住了哈汉 给了哈汉注射了一针 等我们的哈汉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而对面坐着出租车女司机 看哈汉醒来主人拿着大砍刀 直接砍上女司机的脖子 我的妈呀 这也太恐怖了吧 哈汉终于意识到恐怖 但是主人要仔细的记录下 哈汉被杀的每一个镜头 就在主人准备对哈汉动手时 显然烙印突然出现 再次醒来时 主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哈汉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拿走资料快速逃跑 根据资料呢 哈汉终于是找到了导演的家 但刚进入电梯 全部灯都卸灭了 哈汉的女友突然出现在眼前 摸着女友的脸 哈汉深情地说出 哦你不是真的 接着魔咒解除 电梯亮的 嗯 哈汉很是不理解这段剧情 是什么意思呀 接着哈汉的呀 是导演的妻子 他搞手哈汉 导演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但他还存活在这每一个房间之中 不过他也非常爽快 把电影的拷贝给了哈汉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探索呀 我们的哈汉终于找到了拷贝 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 然后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哈汉把录像带给了铁柱 就像是捧着什么世界珍宝一样 铁柱拿着拷贝来到放映室观看起来 而这时的哈汉开车来到了自己的电影院 但还没等他进去呢 他就接到铁柱管家的电话 于是他再次回到了铁柱的住所 并接他的却是满身伤痕 手中拿着刀的管家 他痛把哈汉把恶魔带了进来 然后他直接把刀擦进了自己的眼里 哈汉也顾不上管家了呀 他直接跑进屋中 死死的铁柱已经完全陷入了风魔 他把他的肠子全部掏了出来 然后残绕在录像带上放映 眼前的一幕让哈汉崩跪了 他转身跑出屋子 去遇见了女友的老爸 女老爸一直对哈汉怀恨在心 刚才偷偷的跟着哈汉来到这里 准备杀了哈汉 两人扭打起来 而这是 铁烙烙印再次出现 哈汉在铁柱的电影院醒来 身上手上满是鲜血 女友的老爸看着电影 突然女友中电影中出现 他告诉爸爸自己好冷啊 而爸爸脱下一副给女儿穿上 然后女儿说自己好饿呀 说完就向自己老爸的脖子咬去 哎 这是真霸呀 看到这一幕的哈汉呢 狠狠的撞击老爸的头 杀了老爸 但他看来要不是老爸 不想让两人在一起 后面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然后哈汉拿着老爸的枪 看着眼前 虚幻幻的女友 然后吞枪自撒 随着枪声响起 香烟烙印再次出现 天使轴了过来 取下了放映带 他找回了自己的一双翅膀 抱着本部属于这里的电影离开 在经过哈汉时 对哈汉说了谢谢 嗯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这个 我咋觉得自己没看懂啊 这到底咋回事啊 然后我就去偷偷摸摸收了影片 嗯 总结一下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看完了电影之后呢 看到了自己 曾经做错了事情 看到了自己的地狱 然后没办法原谅自己 所以选择自杀身亡 而每一个自杀的时候呢 都会被记录在影片中 为影片提供新的素材 就像男主哈汉和女友老爸 两人都放不下自杀的女友 并且两人呢 都多多少少的责怪对方 觉得对方害死了女友 但同时呢也知道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看影片时就勾起了对女友的愧疚 无法原谅自己而选择自杀 然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世界的真正末日》 这部电影正是电影艺术的极致 和观众融为一体 产生共青 一同出演 简直是疯狂有艺术 刻意堪称是电影的最高境界 嗯 总体来说啊就这样 不过电影有的时候是真的恐怖呀 我的妈 那个女出租车司机死的时候 还有铁柱自残的时候 一一看完是真的难受 唉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呢 可以继续关注哦 大家最近晚饭吃了啥呀 给我个参考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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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